我以前一直在想 我要找一位伴侶老公 或是男朋友 他可怜了 他不但只要爱你 捧我 还有懂得欣赏我 欣赏我 还有懂得欣赏我 懂得欣赏我也还没用 还有懂得欣赏我什么 我肯定会问 欣赏我什么 如果他说漂亮啊 我忽浅了 我其实演 你演戏演得好啊 有多好啊 哪个是好啊 好在什么地方啊 我可能会这样子问的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男朋友很苦啊 如果他不是我赢 我就摆死他了 我就觉得 我就是要 要求好多 我觉得你喜欢我 你爱你 还是要爱到我心里面 我最喜欢的东西才有用啊 但自从我跟你们有联系之后呢 看你们对我的那些 是爱是什么 我就发现 你们都已经满足我 那这方面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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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给我填满了 那这方面了 我就觉得 我以后的那个老公 还好 因为你们给我的钱 你要 蜜蜜啊 我肯定他收不出个口啊 对 所以我觉得 爱情一方面又难足了 所以 什么就这样子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有你们之后呢 有什么 有什么 我往后的那个伴 就不用做太多事情了 对 就只是给我当了鸡蛋啊 对 对 对 所以一半男人 我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就够了 对 谢谢大家